大批民眾在首爾光話門前吶喊 南韓五號晚間又聚集了十多萬人 參加抗議 首爾警方也派出近兩萬警力戒備 這同時是一場全韓各地 一起響應的集會 包括光州 釜山 全羅道等地區 晚上也都有燭光抗議晚會 她最新的批評率 根據Gallup Korea 只有5% 其實不僅會在首爾支持率 只剩2% 在光州和全羅道 更創下0%的紀錄 目前只剩補警惠的故鄉 大邱和慶北地區 還有10%的支持率 內屆南韓總統都有親信或親戚 涉嫌貪腐弊案 不過盧泰宇是在任期戒滿後 才被判刑 盧武宣則是卸任被調查後親生 李明博的哥哥涉嫌收賄 金大眾和金永三也都有親人涉嫌收賄 但他們全都當完五年總統任期 到底補警惠是否會成為第一個 被逼下台的南韓總統 備受關注 南韓的閨蜜們醜聞已經成為全球焦點 到底補警惠要如何度過這個風暴 以成為他從政以來的最大考驗 記者會珠 綜合報導